香港名媛蔡天凤的分尸案现在闹得沸沸扬扬 不过涉嫌租屋窝藏嫌犯的蔡天凤前公公情妇 现在是获得保释了 我们带你感触到这起命案呢 其实各界都在关注 而可以看到的是香港警方现在在垃圾野埋场下挖 三到五米希望找寻更多的激震 而其实在蔡天凤头七的这一天 她的丈夫也在命案之后首度现身 那么可以看到面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哀气 不过港警现在持续在追查嫌犯的动机 而且是在找寻更多的激震 蔡天凤的前公公其实有一名47岁的情妇花明荣荣 现在也遭到逮捕了 那么她曾经涉嫌以16万台币租房子来窝藏她的前公公 那么现在获准保释之后 3月下旬还要向警方来报道 不过这起案件外界都在持续关注当中 但是激震却有限 香港九龙城法院就裁定了 全案押后到5月8号就会开庭再生 希望到时候能有更多的激震来佐证 赶快将嫌犯逮捕到案 大批穿着全套防护服的港警 用挖土机继续翻着垃圾也埋场 现场只要是港警找到疑似骨头物就用震物袋装着 可惜化验后目前找到的都是动物的骨头 警方出动百多个警员到打鼓令堆填区 搜索死者蔡天峰的残肢 由于范围带预计要用几日 港警一边找残肢一边审案 目前前夫一家四人涉嫌重大 接不准保释还还押看管 5月8号再提讯 唯独死者前公公的情妇获准保释 以光球47岁的情妇涉嫌协助罪犯 星期日被捕 扣查两日之后获准保释 3月下旬向警方报道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五姓按摩女花名荣荣 47岁颜值不错被视为按摩界的名媛 蔡天峰的钱公公几个月前消费后 对于荣荣惊为天人 不但高价包养她 还以一个月16万台币租下了香港西九龙一处 作为禁物藏交用 蔡天峰去世后 她创办的流浪动物保护机构 为了纪念她 改用她的英文名字 脸书文中并称 感谢你一路以来对人对动物的爱 我们10天前才聚会 你提出了很多很多的idea 我们无论如何也会继续坚持下去 并期望这位心地善良的创办人一路好走 TVB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就在香港名媒蔡天峰遇害之后 当然外界对于这个人也相当好奇 纷纷涌入她过去的社群平台 来看看她的状况 当然也包括她的小红书 但现在就被有资深的粉丝发现 她的小红书过去隐藏的贴文 怎么现在都出现了 就在蔡天峰的命案之后 现在很多的网友都去找到 她过去的社群平台活动的迹象 包括了小红书的账号 最近也曝光了 很多网友都涌入贴文留言 那么重温她的生活点滴 也希望她在另外一个世界 能够过得更好 但是长期关注她的网友就发现了 过去有一些被隐藏的贴文 怎么在她遇害之后突然就出现了 他们觉得相当的不对劲 她不是都已经离开人世了吗 怀疑她的账号是不是已经被 有心人士给盗用了 又或者是她的手机 已经入录了其他人手中 那么假冒她的账号 把这些隐藏的发文 全部再PO出来 现在也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 好 这起命案是震惊了两岸三地 如果以关键字搜寻的数据来看一下 哪些地区的民众是最关注的呢 继续交给佳琪 而这期在香港发生的蔡天峰命案 不只香港人关注 包括了其他有华人的地方 像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 甚至是文莱 都有很多人在关心 那么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 这起命案之后呢 大家都纷纷对于 凶贤这样残忍的手段 觉得不可思议 那么当然也包括外媒 像是BBC或者是CNN 都有做特别的报道 那么也让蔡天峰的命案 登上了Google Trend 甚至在关键字搜寻热度跟数据上 都有一定的声量 那么现在不只香港人很关心 包含了用中文搜寻蔡天峰 甚至是这名嫌犯 旷港制等关键字呢 在香港 澳门 台湾 甚至是大陆呢 都登上了热搜排行的前几名 那么如果用英文搜寻 AB蔡或是LS旷 甚至是这个龙尾村呢 现在包含了像是 不计算香港的话 像是新加坡 汶来 马来西亚 还有菲律宾 加拿大跟印尼的人 都很关注 追根究底就会发现呢 其实这些地方都有蛮多华人存在 那么华人对于这起命案呢 都相当的关注 甚至呢 他们跟香港的联系 也相对来讲比较深 也因此呢 大家对于名媛 遭到分尸的案件 相对来讲 也会比较关注 都到了标题 英国BBC在官网显著的版面 刊登香港名媛 蔡天峰命案的侦办进展 不过因为机证有限 香港九龙城法院 裁定全案押后到5月8号开庭再审 这起命案震撼了华人社会 根据警方掌握的消息显示 蔡天峰对前夫家人的照顾 可说是无为不至 最令香港民众不解的是 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 非得治人于死不可 对此专家学者分析 目前的线索一切都指向钱财 喊贪婪 还甚至把大伯都要来做他的司机 那这让他变成掉入一个陷阱 被害者本身在离商 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删禁了一个母亲的责任 虽然离婚了也照顾到了整个的家庭 他就换成另外一个逻辑 如果我们站在家害者的离商 他的认为可能觉得这不是恩 他会觉得这是你该父的 谁叫你留了两个小孩在我这里 所谓的家害者的家族 很有可能早就已经 也许这次如果被害的不是名媛 可能他们就会拿小孩下手 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香港警方大阵仗搜索嫌疑人 在此的租屋处 尽管暂时无法确认 这里究竟是不是第一现场 但是便访邻居和相关陆寄者 却得到不少有利线索和证词 这项说法也引起香港警方的重视 并且证实屋内应该经过精心布置 学者分析这符合犯罪学理上的一种说法 叫做密室犯案 后面这间村屋其实只不过是几个礼拜前租 租屋以来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家私 我们警方也发现单位被冷血兇徒精心布局 包括屋里面的墙身 窗口都挂上了帆布 根据蔡天凤和钱夫一家的关系可以得知 他的钱夫一家其实社交关系很复杂 钱公公是一位阴暗离职的警长被认为是全案的主谋 钱婆婆虽然已经退休但是也曾被判破产 至于钱夫则是没有工作并且还因为诈欺遭到通缉中 虽然钱大伯被拼用为被害人的刺激 但是财务状况同样有问题 整件事情东窗事发后 香港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多路侦查 将被害人前夫一家四口全部拘捕到案 而在西九龙法院庭审时 四名嫌疑人都没有聘请私人律师 而是由法院值班的律师代为辩护 不过旷求父子三人在法庭上表情平静 对案情三肩齐口 妈妈李瑞湘则是全程低头 没有说明任何细节 也因此法官裁定私人不准保释 需押到5月8号再审 警方也透露 私人落网时公词十分问乱 似乎有意误导侦办通向 而这几名被调查人士 都多次提供错误的讯息 试图混淆我们的调查方向 后半段的所有的犯罪等等的行为 我们可以比较把推断是一个 延长或者招乱这个警察的判案 甚至它是延长自己是否又可以 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可以顺利逃脱这样的一个手段和方法 对于这起重大刑案 学者认为加害者很可能对被害者 早有企图甚至已经蓄谋已久 直到出现难以收拾的引爆点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决定除之而后快 专家学者除了对被害人的遭遇表示沉痛之外 也提出许多自保的方法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划清界限 而且千万不能心软 我们讲很简单两个字叫界限 很多人在离了那个关系 但是界限还是模糊不清 包括金钱的界限 或者体力的界限 也就是说还会去照顾前面家庭的一些事情 而让自己体力透支 也有时间界限 空间界限 亲情界限等等 那最重要今天这个案子里面 就是金钱的界限不清楚 使得让对方有机可乘 让自己也掉落一个陷阱 尽管目前案情还未全然厘清 但是各项激政逐一浮出台面 或许水落石出的一天终会来临 但是对被害者来说 一条鲜活的生命就此香消育孕 却是亲人心中难以接受的深切之痛 TVB也新闻综合报道